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法国艺术家格兰金创作的纸猫熊 2008年从巴黎展开世界巡回展 走遍包括台北在内的各大知名城市 最后一站来到马来西亚吉隆坡 格兰金透过创作发出全球只剩下1600只猫熊的警讯 期盼唤醒众人的保育意识 而大马民众也热情响应认购纸猫熊 捐款支持动物保育机构 广场上1600只纸猫熊蒙样逗人喜爱 2014年底开始在马来西亚巡回展出 在充满历史文化的15处快闪 最后回到吉隆坡广场 主办单位开放民众近距离看猫熊拍照 无论相机手机或举起自拍棒 都要和这可爱的猫熊留章纪念 法国艺术家格兰金特洛 受到六年前全球警镇1600只大猫熊所启发 创造纸猫熊到全球展览 希望透过纸猫熊将保育讯息带给世界各地 我是听说朋友说这里有1600只小猫 说他们是要提倡保护跟保育我们小猫 全世界只剩下1600只 说要让我们有这个心觉 说我们要多保护多爱护这些稀有的动物 现场也展出七只专门为大马良心打造的特别感猫熊 以传统文化特色融入设计 展现大马独特的多元种族及文化风情 活动成功引起民众疯狂 而在全球最后一站展场 推出特别活动 让民众认购猫熊带回家 也将所有善款辞助未来的环境保固 以及保育活动上 中央社记者郭朝和吉隆坡报道 经济部长邓振中率团出访华府 针对敏感的美牛进一步开放问题 邓振中强调政府 绝不会牺牲人民健康 对于定义为美牛内脏的部分 我方仍会坚守原则不开放 我们不会去牺牲大家的健康 我们绝对不会违反立法院的决议 但是我们如果有任何需要再进一步澄清 让这个贸易能够顺利进行的 我们应该要让这些事情发生 但邓振中也认为 如果分类中并不属于内脏 且法令也没规定禁止的 台湾若不面对增加美牛开放选项 难免对外站不住脚 当他在这个医学界 农委会受医认定他不是内脏的话 他就不是内脏了 那他就开始做风险评估 如果风险评估是很低的风险的话 那他当然就自动的变成一个 正常的项目了 至于进口美猪争议 邓振中美正面回应 仅透过演说表示 依台湾现况与社会条件 并不适合讨论开放美猪进口 你能push an issue in a long time to succeed but we push that to the vector maybe the chance of success increase on the core issue considering all the factors in Hawaii I don't think the kind of might not 儘管英美牛美豬 衝擊台美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的談判 但鄧正宗認為 从台新台紐签署協定的 显著关税优惠来看 宝岛绝对是个能符合 高标准的贸易伙伴 也期待能尽速顺利加入TPP 中央社记者郑重申 华盛顿报道 艺人李玉芬穿着披风盔甲 化身电玩游戏女神 现身台北国际动漫节 让现场美光灯闪个不停 台下粉丝把握机会 在情人节前夕 对李玉芬大声施爱 和偶像近距离接触 而谈到外界关注的感情状态 李玉芬也大方聊起 绯闻对象柯震东 我们就是现在是 感觉蛮好的朋友 她是你喜欢的型吗 对 这是大家喜欢的型 其实我觉得感觉对了就对了 对啊 不会因为年纪大或是差距 而去不喜欢或是排斥 第三届台北国际动漫节开跑 涌入大批动漫迷潮胜 业者请来正媒扮演动漫角色 炒热现场气氛 还寄出限量优惠商品 抢供动漫迷荷包 大家应该喜欢美少女 因为像剑队Collection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剑娘 都是很可爱的女生对 这是现在日本正在动画画的 现在线上正在播的作品 所以漫民们非常的喜欢 今年展场亮点 包括晋级的巨人 和火影忍者疾风传的声優 都将来台和粉丝相见欢 主办单位邀请国内外七十多位 动漫作者和声優举办签名会 系民众大牌长龙抢购周边商品 我模仿的是洋言里面的企图 是因为我很喜欢它 这个节目是我今天早上七点半就来拍的 然后因为真的很喜欢九丈喵窝 然后就想为了支持他们 就要来参加他们的活动 今年的台北国际动漫节 有近六十家业者 超过四百个餐位参展 为期六天的展期 预计吸引四十万人次造访 渴望创造两亿元商机 这张社记者张智燕 景玉琦台北报道 大家好 我是一大新牛罗嘉仁 祝大家洋言新大运新年快乐 大家好 我是一大新牛的林一豪 今年又过了新的一年 今年刚好是洋言 所以我祝各位大家新年快乐 洋言得意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一大新牛罗汇 对 那新的一年要来了 新的球季也即将开始 那祝福各位球迷 能够新年行大运 然后万事如意 也希望今年多多进场 支持中央之棒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一大新牛林一全 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2015年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大家好 我是一大新牛胡金龙 2015年祝大家洋洋得意 然后新年快乐 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农历春节将近 舞龙舞师为年货大街炒热气氛 面具拿下来竟然是摇滚乐团 831 我是2015 杨年的财神爷 杨潇菊 特在关赫岁可不只是发发糖果 丢丢海报而已 831团员为了揣摩传统民俗表演 可是有备而来 那时候练了一个下午 然后我跟霸天回去 就腰痛了一个礼拜 因为就是要扎就是舞师的时候 马步是要从头扎到五 所以其实是蛮累的 而且其实跳加冠有很多身段 要去练习 像是 像是 八糖果汁 对 像是八糖果汁 还有那个头的抖动也很重要 831从2月10号开始 启动热血巴士环岛巡演 预计停留台北新竹台中 台南高雄和花莲 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做工艺 帮罹患多重障碍的花莲女孩 海韩募集资金 并且协助高雄 燕巢动物收容所募集饲料 歌迷也都热情响应 这次巡回就是 其实是结合就是公益活动 那其实很希望他们就是 一路上就是可以很顺利这样子 上网可以那个啊 有那个募资网站啊 可以捐款 然后有帮助那个花莲的 小朋友 那个蛤蛤 还有那个小蛮鸡 可是那个已经成功了 高雄的收容 然后就希望计划都可以很快啊 歌迷展望扬年新希望 祝福831环岛巡演顺利 唱片大麦 祝八三呀 中央设计者蔡明山 张雅婷 特别报道 音乐会不再是音乐家在台上表演 观众纯粹聆听欣赏了 语音台湾钢琴家张安婷 创作与指导的大地之吻 在伦敦演出 大地之吻是一部结合 史特拉温斯基的芭蕾舞剧 《春之记》 与莎士比亚爱情悲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肢体剧场末具 以钢琴的声音作为演员的语言 张安婷为了给观众 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颠覆传统 将音乐表演和剧场表演结合在一起 让观众有耳目一新的全新感受 我希望观众进来以后能够感受到一个丰富的世界 来自台湾的张安婷 大学时期俯修戏剧 因为热爱音乐 毕业后到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进修 2012年他创立音乐会剧场 色化充满戏剧张领的另类音乐会 张安婷表示 在剧场工作比起单纯的音乐会复杂许多 可以跟灯光设计 跟舞台设计 跟服装设计 还有跟演员 所以我们借由大家不同的专业 然后互相激荡出不同的想法 这是我很享受的地方 可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大地之吻另外一位导演班德 拥有多年剧场导演经验 他表示将音乐会和剧场表演 两个元素同比例呈现在舞台上 是很特别 也很罕见的表演方式 中央社记者黄珍珍 伦敦报道 香港艺人房祖民涉毒案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认定 它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 一审判决有期徒刑六个月 并处罚金约新台币一万元 由于房祖民被押至今 已经将近六个月 折抵刑期后预计2月14号 可出狱 回家过年 更多后续消息 中央社特派员将随时为您掌握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我们再来 发生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